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想错过 不想给别人靠近男人的机会 就会做出这些 真正喜欢想真正拥有 不会停留在原地等男人去发现 而是陪伴在男人的左右 让男人慢慢成为习惯 事实证明不论是谁 只要动了心 都会做一些事情 都会用一些方法拉近两个人的关系 喜欢与完全没兴趣 相处方法真的不一样 当与一个人相处 发现他对你的态度不同 他看你的眼神不同 就要明白 于他而言 你和别人不太一样 你很特别 要热情待你从不冷落 对待不喜欢的人 会偶尔热情 偶尔冷落 之所以有这么大变化 是因为无聊的时候会理 有事做的时候会忽略 直白说是把对方当成消遣工作 没有动情 就会是这个样子 根本不会换位思考 根本不知道给对方带来了希望 又给对方带来了绝望 喜欢会考虑的多一些 不会让对方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 真心喜欢你的人 会一直保持热情 即便身体很疲惫 也会及时回复你的消息 不会找借口结束聊天 他出现在你身旁后 从未离开过你 从未让你胡思乱想过 没有不耐烦 没有冷落 没有消失不见 是想一直陪伴你 是想和你一起看遍风花雪月 品尝酸甜苦辣 而有求必应 从不拒绝 实话实说 谁都不想管太多闲事 谁都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频繁参与别人的事情 不但会感到疲惫 还会耽误自己的事情 影响自己的进程 直到一味地帮助别人 会对自己不利 所以在别人求助的时候 不会直接帮助 而是会想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 没有把对方看得太重要 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会护自己周全 但要是喜欢的人 给自己发来这种消息 那就不会只顾着自己 不会只为自己考虑 不会拒绝 不会觉得与自己无关 喜欢的人会有特权 会尽力去帮 即便给自己带来损失 女人从未拒绝过你的请求 一直把你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做 摆明了把你当成自己人 不想让你那么坎坷 异性间接触 要知道女人有多喜欢你 有多想和你谈一场恋爱 有多想真正拥有你 有多想陪你走完余生 三偶尔壮弱寻求帮助 感情世界里 付出没有回应 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小 往往不会有任何关系 在向一个人靠近的时候 有想到这个问题 也怕两个人真的没戏 做不成伴侣 所以会想办法试探对方 女人想知道男人走没走心 有怎样的打算 会不会选择自己 一般都会用装弱的方式 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心里非常清楚 喜欢是一种心疼 喜欢不会不管不顾 不会直接掠过 不会不提起 当女人故意示弱 找你帮忙 想和你一起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要知道她的小心思 她期待你怎样做 你也是真心喜欢 想让两人早日成为伴侣 共同经历所有事情 更多时候都腻在一起 那就配合一下 这样你们心里都知道对方的想法 你们会离得越来越近 你们很会自然地走到一起 会有特殊身份 情感觊觎 喜欢一个人 会有多种表达方式 热情待你是喜欢你 为你做事是喜欢你 向你示弱 也是喜欢你 两性相处 你要想到对方喜欢上你 会怎样与你相处 你要看出对方是不是喜欢上了你 是不是想与你谈恋爱 所喜欢你的人 在你面前会有很多不一样 看得出 牢记在心 懂得回应 两个人会产生很深的感情 会彻底依赖上对方 会分不开 会陪对方走过生命中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